女生来一次历价会用掉多少块卫生巾或者卫生棉条呢? 每个女生可能都知道这个数字 但是男生们可能从来没有关注过 关于卫生棉条 我相信大家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 前段时间我也发布了一条微博 询问大家关于卫生棉条的一个使用情况 那用过的朋友基本都是比较推荐的 而不用卫生棉条朋友也有很多 有很多是想尝试的 有一些是买了但是不会用的 但总体来说在这一次投票当中 不使用卫生棉条的朋友还是占了70%以上 所以在开始测评之前 让我和大家一起先做一点功课 首先是卫生棉条有什么好处 只要正确放置后五感 相对卫生巾它会更加舒适 特别是夏天使用也不会觉得闷热 据说还可以游泳运动 针对大家问的比较多几个问题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 没有过性生活的女性可以用吗 从生理结构来说 膜是有孔洞的 一般都是大于棉条直径 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你比较担心 那建议你咨询一下医生 或者干脆就不要用了 第二个就是关于卫生棉条的安全性 大家都会看到过这样的新闻 新闻中的情况 都是因为不正当地使用棉条 包括使用的时间过长导致的 概率其实比较低 北京友谊医院和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中也表明 棉条对于女性生理的影响是安全的 只要大家选择合格的卫生棉条 遵循说明书及时更换 最长不要使用超过8个小时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学习了理论知识 实践也得建立在好的产品之上 所以就让我们开始这一次测评吧 我购入了市面上畅销的9款卫生棉条 选择的都是普通流量的款式 一般流量适中的初学者 建议大家都是从小用起 首先就是关于吸收量的测试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看到吸收的情况 我会用硫酸酮和生理盐水 配合的蓝色溶液来测试 我们先将50号升液体称重 棉条充分吸收后再次称重 得出每款棉条的吸收量 我们测得7度空间吸收21克 全棉时代吸收20.3克 丹币斯吸收17.4克 苏菲吸收16.6克 蓝宝斯吸收16.5克 Tmax吸收15.5克 菲米吸收14.8克 高杰斯吸收14.7克 尤尼加吸收14.1克 测完吸收量我发现棉条吸收溶液后会膨胀开 尤尼加和苏菲这两款的形状是剑型 丹币斯这一款是剑型和W型的结合 Tmax和蓝宝斯这两款是W型 高杰斯、菲米、7度空间、全棉时代 这四款都是圆柱型的 不同形状会导致使用感受的一个差异 虽然各家详情业都称称自己的设计会更方便取出 但真正用下来到底哪一个更好 我先预告一下后面会有真人体验 我一个男生怎么体验 你们看到后面就知道了 那卫生棉条毕竟是要放在体内的 会不会掉续也是需要关注的点 虽然我们购买这九款都有防掉续包裹 但我还是亲自测试了一下 每一款棉条我们都在手上搓了三下 发现其实大家的掉续情况都不是特别明显 可能会有一点点非常细微的颗粒 只有在光的下面才能看到 其中菲米这一款 我们在第一次搓的时候 发现掉续的是比较明显的 于是我们又重新拆了一根 再搓一遍发现没有那么明显的掉续了 可能是个别品控有一定的问题 有在用棉条朋友也可以评论说一下 你在用的这些牌子里面 有没有遇到那种掉续特别严重的 给大家一起来避个雷 除此之外也有朋友会担心 棉条在拉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就断掉了 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2019年1月1日实施的 卫生棉条团体标准规定 拉绳强度及拉绳与吸收体结合力 应大于等于30牛 我们也准备了精度在0.1牛的拉力机 分别测试一下干湿状态下的不同数据 好 再两遍 不过神也断了 通过刚刚的拉扯测试我们可以看到 把这些棉条全部扯断需要的力真的是挺大的 它们的纸基本都超过了团体标准 甚至是多了好几倍 唉 我的手都累死了 所以真的要把棉条扯断还真没那么的容易 而且大家在实际使用当中 遇到扯不出来的情况下 应该也不会去硬扯 经过上面几项测试 我们发现它们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很大 唉 这个东西吧 主要还是得亲自去用一下 我也邀请了几位朋友来完成这一项测评 同时我也邀请了多年之前第一次给大家做棉条的那位女生 让她来聊一聊我们这一次9款棉条的实际使用感受 那出于隐私保护的原因 我们的画面跟声音都会做一些特殊处理 我用棉条的话大概是从大学 大学大四左右应该有三四年了 第一次尝试是因为好奇心 然后后来开始用是因为游泳跟潜水 我觉得其实看时期吧 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卫生巾在外用起来更方便 因为它不需要跟手接触 但是使用体验上其实是棉条更舒服 我最推荐的是这个 是这个丹比斯的 可能因为我自己最常买的也是这个 然后它是相当于就是非常好塞 然后非常好拿出来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棉条在体内使用的时候 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所以你怎么把它放进去 跟怎么把它拿出来 就是它使用体验里最重要的两个点 包括它的包装很好开 然后在外面你不用担心会 就是拿在手上撕包装啊什么去拿 弄脏 高捷四的话 这个我这次用的时候 我觉得它其实使用感很不错 但它这个包装让人着实有点尴尬 就是我们在外面使用的时候 你把它这样拆出来之后 有一个需要把它这样子拔一下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就会很担心 我会不会把前端给弄脏 因为你在外公共卫生间 肯定不会消毒做的那么好 然后这两个 一个7度空间 一个飞蜜 其实飞蜜是我之前潜水的时候 最常买的一个牌子 但是这次用下来吧 这两个让我觉得 会偶尔出现不舒服的感觉 因为它不是百分之百会让你每一次使用的时候 都觉得体验是顺畅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你就是可以 如果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可以 TMAXX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读 它的那个棉条泡开之后的形状 是一个很大的W型 然后你把它拔出来的时候 就有非常强烈的摩擦感 量特别多的女生可能可以试一试 但是正常以及量比较少的女孩子 都不太建议尝试 因为你把它弄出来的时候一定会觉得疼 然后苏菲这个呢 它的形状是这种宽扁的 然后你把它取出来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强烈的摩擦的痛感 所以我也是这个不太建议大家用 然后这个油尼加的呢 虽然在取出和放进去的时候 没有什么异物感 但是它在我身体里会让我一直觉得很瘟 它一直保持在让我察觉到 我的身体里有塞着这么一个东西的状态 所以这个也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这个我应该是没到时间就把它弄出来了 应该是只用了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接下来是我个人最不喜欢的两个 然后一个是这个全面时代的 一个是蓝宝斯的 他们俩我就先不提实用感了 就他们俩会漏 就是这是最让人不能接受的地方 这个的实用感其实也非常的不好 就是你塞进去的时候它很难塞 正常的棉条他们都会在这个颈部的位置上 做一个摩擦或者是做一个收缩 这样你塞的时候可以用手卡在这 然后往里推 它这个是一体的 就是从上到下都是光滑的 然后你推的时候在外面 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间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单手弄进去 纳斯公主这个其实跟实用感 跟很多的日式品牌都很像 但是就是一点 它会在你近期比较正常的时候 它都会扛不住那个流量 会弄脏 这几位小伙伴的体验报告 我也进行了整理 大家可以结合他们的使用经验 和经期血量进行参考 这几份体验报告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爱生活的马克君回复棉条报告 自动获取图片版 同时再次感谢这几位小伙伴 对我们测评的支持 本期关于卫生棉条测评到这就结束了 所有的测试数据我也再次整理了一下 大家可以结合前面几位小伙伴的体验 一起参考 当然棉条这个东西毕竟私密 每个人的实际感受可能也千差万比 这些数据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最后还是希望所有的女生 那个不同越越轻松 我是爱生活马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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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